前桃園市長 海基會東是鄭文燦涉灘的關鍵地 位在華雅科技園區正後方 這一塊9.5公頃的地 風以旺去附近不只有工業區 甚至還有不少新建案 以及基捷A7站就在隔壁 根據了解地主們 因為想把農地變更成工業用地 好加入華雅科技案 也就是所謂的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 公武工業區的擴大方案 只是前市長涉入弊案 就連里長面對這塊土地的相關問題 也小心翼翼不願多談 警調調查一次由地主重劃會中的 台塑集團前高層主導 由前總經理楊兆玲酬錢 和前副總經理侯文水等人一起拿500萬 送錢到時任市長鄭文燦的官邸 接著鄭文燦主導是否通過該重劃案 警調掌握了台塑廖家父子等人 2017年9月進入市長官邸的畫面 而隔年8月鄭文燦退回500萬元匯款 警調研判很可能是為了撇清 警調傳喚包括台塑集團前高層三巨頭 楊兆玲 廖俊松 侯文水等人到案 三萬人員都坦承送錢 並具細迷移交代行賄過程 以及金額等細節 實際找到地主詢問當時狀況 鄭文燦這個事情 這個看電視才知道 有任何人跟你們有過接觸 或是怎麼樣 都沒有吧 因為我們那個是私人土地 比較多的應該就是廟 廟比較多 你說那些有跟你們協商還是怎麼樣 沒有沒有 繼續追查 發現這背後牽扯到的龐大利益 在地人異常低調 只希望司法能盡快釐清查明